宣告的部分,我大概把一些重点再提示给各位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宣告成一个 INT就是它的 资料形态是那个整数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变数名称,后面就是负与值 这个我想应该比较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是整数,你就不能给小数点 除非你用强制转型,或者把 宣告的形别改变 那这个是整数部分 整数部分,那我们也一样可以负与几个值 另外的话,常数部分 如果你今天要宣告一个常数 假设你今天这个Pi,Pi是那个 呃,圆周率好了 呃,圆周率 那圆周率的话呢 假如说你今天呢 除了宣告这个Double,它是一个Pi的名称之外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后面也是一样可以负与值 对不对 那差别就是说怎么样呢?前面加个什么?Final 也就是说Final的这个修饰词,你放在前面之后的话 以后呢,这个变数就不能再被改变了 就变成常数 常数永远就是这个值 不能被改变的 就叫做常数 OK,就多一个Final就可以 所以以后你们写程式 前面加个Final,表示这里面的值 不能再给改变 不能再重新再赋予他新的值 就固定就是3.1,是你赋予他其他的 很抱歉,不行 OK 这个是有关于变常数的部分 有 变数跟常数部分 那基本上 在那个Jama里面主要分成有 可以归类的话 分成就是 整数 辅典 Booling Booling值 就是True或False 再一个字元 字元就是TRA 就是我们刚刚也比如说一个TRA 然后单引号前面加 包夹起来就是一个B 那这个是所谓的字元 那各位可以看到总共会有 几种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基本的资料形态 基本的 基本的资料形态 总共有8种 包含就是byte short int 还有long 那前面4个是属于什么所谓的整数 整数 不过呢如果说你今天不想记这4个你就记 至少记一个最重要就是哪一个呢 就是int 那你会发现的其他跟其他有什么差别呢 主要就是说 这个int他是32 32个bit 也就是他的占的空间 32bit 那实际上int 基本上你来放置都足够了 为什么因为 他最大可以放到21亿多的 这么大的整数 正负值 正负21亿 所以基本上你的数字我超过21亿的话 那你再用long就好了 不过基本上应该大部分状态 用到long的机会很少 OK 那另外还有个floater跟double 那一般用的比较多是double floater的话如果说你的值比较小的话 你再用floater 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想动脑筋 哪个大哪个小 反正就记double就好了 他也不会有 超过的 状况发生 基本上不会超过double这个值 然后再来是一个char char的话就是放那个所谓的字元 那特别注意前后一定要 单引号 比如说 这个地方加个b 然后还有个booling booling的话就是true 跟false 就两个 两种 那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基本资料形态 另外还有 Java里面有所谓的参考资料形态 那参考资料形态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变数的形态 叫stream 我想以前如果学过其他语言都有用到 不过stream在那个java里面是属于参考 资料形态 那你想说这奇怪为什么会参考资料 这么重要的 一个 这个形态 理论上 这个stream呢 是由char所衍生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 它char里面 只能放一个一个的字元 一个字元 那 可是呢 stream的话是很多个字元所串在一起的 比如说 B 假设你今天一个java好了 Java会有 四个字元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宣告一个stream的话 实际上就是 会 有四个 四个字元 你不可能说宣告四个字元太麻烦 所以他stream里面 其实 是由 char 所衍生出来的 那在这个stream里面的话 其实记录什么 记录他的位置 然后呢 其实另外 所以这个地方 叫做参考资料形态 也就是说呢 他只是记录位置 然后再参考到他的位置 去把他的值给抓过来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 stream算是比较特殊一点点的一个 一个形态 OK 那stream的话用的也非常多 那其他的话 这边有讲到就是说 int的话呢 他的最大值可以到 正负21 如果说你要小一点空间 可以用short 或者byte 不过基本上 用到的机会很少 除非说因为早期 如果你 撰写的环境是什么呢 是属于那种 很微型的 像手机的那个 他的rom很小 你不能你要 很 很计算说你不能用太多的记忆体 可是现在的记忆体都超大的 随便都是 4G 8G的 所以呢基本上 你用宣告一个int就很够了 再来frost是 32位元的 有这么大的空间 那double更大 64位元 这个几乎基本上应该不会超过 所以你的值如果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宣告 double就好了 你就记一个double 那不过呢 比较特别就是说呢 假如说你今天 要赋予一个小数点 float 跟double 比较不一样 double是直接给一个小数点 就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宣告一个float 的话 然后面还要加加个什么 加个f f的话呢 大小写 我印象中好像都可以 大写或小写都可以 就是说你今天要 丢给他一个 丢到float里面你后面还要再加一个什么 6.7f 或者6.7f 大小写都可以 但是double的话呢 你这样写 或者你 不要加d 也可以 当然用double会比较方便一些写 这个地方稍微说明一下 那这个是那个 浮点 那再来的话booling booling也是一样你可以预先 宣告一个 这个变数是一个booling 然后呢再赋予他 他预设只是true或false 但他就只是 只有true或false 两种而已 那还有所谓的char char的话呢 就是资源部分 资源部分 那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刚有用到一个a 那 String的话呢 就是一整串的字串 OK那前后加一加上 所谓的那个双引号 把它包夹起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刚刚这个范例 里面就已经有用到几个部分 比如说呢 我们用到double 或者是用到int 你们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呢里面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我们有个char GPA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再增加一个booling好了 那booling的宣告方法就是说呢 我宣告booling 他的值是b 预设值 你可以是true或false而已 所以这里预设值 我给他一个什么 true好了 比如说他是 及格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秀出来是他是及格的话 是否及格的话 那我就这边在 print一行是 是否及格 然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true true的话就是表示他是及格的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在这边 print一行 然后呢把这个true或false的 这个b 把它print出去 OK print出去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及格 这边的话呢 就会秀出 这边 是否及格 就是true OK 那当然 这边其实可以稍微小修改 一点 比如说呢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在判断是否及格的时候 不要给预设值 因为我怎么 如果每次都要人工 来判断的话 那这个程式太low了 你就是要让他 用那个判断的方法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输出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这个应该预设值可以拿掉 就是说呢 我不要在这里判断 我在 是否及格这个地方 底下呢 我就用一个什么 if else的结构 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后面还会讲 我这边 先提一下 逻辑判断 我想你要记一下 if 后面条件的话 给他一个 小刮弧 然后呢 大刮弧就是说 如果 他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那就执行if 反之的话 你就是中间剖开来 大刮弧剖开来 然后反之的话 else 然后再一个大刮弧 也是移到中间剖开来 那剖开来 其实你可以这样记的 这个是一个条件 剖开来里面就是执行什么动作 else 执行这个动作 如果呢 什么条件 如果 他的成绩 所以我们这个成绩怎么样 这个变数里面呢 假如这个成绩呢 他是大于60的话 假如我们给他一个条件 那条件如果大于 60 这就是一个条件 所以你会发现 小刮弧里面 就放的是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那b等下 等于什么呢 等于true 所以你就打一个true 结束一下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b等于什么 b等于false 所以你就直接打一个false 然后结束一下 那在print出去的话呢 就会根据什么 根据 成绩来做判断 执行一下 按确定 确定之后你会发现的true 有没有 那假如说我这边修改一下 比如他的成绩变为 变为55分好了 55分 55 特别注意55最好 55.5 给他一个小数点 执行之后的话呢 那他就会怎么样呢 判断就会是什么 是否及格就是false 不过当然 这程式永远没写完 没有写完的一天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如果在城市里面 输入负语值的话 感觉还是很low 那怎么样呢 你要 让user有一个地方可以填值的嘛 不过这个地方又会越来越复杂 你会发现 城市永远没写 最后可能要写一个视窗出来 还要在一个视窗 把它output出去 那就会太复杂 所以 我们先 了解 基本的这个 基本的变 所以请各位 先在这边加 加这个几行城市 我刚刚只是改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先宣告一个b booling 然后呢 在这个底下 是否及格 其实你可以把上面copy贴过来 这边改一下是否及格 然后呢 他的条件 最后的话呢 把booling的纸把它plink line出去 OK 把画面的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呢 好 不 东西 已贴大 在这边 具音